我覺得品牌打造對於公司內部 是一個重新省思自己企業發展的過程 然後凝聚往前走的一個很重要的觸媒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藉由這個工程能夠讓老世代的 中生代的、新生代 因為我想不同的成長背景 不同的職場歷練 對未來的願景也會不一樣 那如果透過品牌打造這個過程 能夠讓大家好好去省思這一點 我覺得是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 以齊美來說一個老公司 大概想法會很多 所以怎麼樣在這個品牌打造過程裡面 找到公司最大的公約數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需要彼此去溝通 然後彼此願意接受別人一點 自己也要妥協一點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比較特別的 另外真正發展品牌之後 才會發現原來品牌之後好多事情要做 所以與其說打造品牌的過程 我覺得打造完品牌之後 所遇到的挑戰可能更多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品牌的內容 或是精神能夠深化到每個同仁 升上去 然後再藉由這些同仁能夠對外溝通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所以以齊美來說我覺得我們挑戰剛開始而已 參加品牌計畫的時候 兩個面向 餘工當然我覺得 齊美60週年 所以我們幫公司找了一個 往下一個60週年出發的一個很好的使命 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使命感 往下去走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那麼幸運 可以參加到一個公司 有指標性意義的這種年份 那我覺得這是對公司來講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收穫 那於是來說我覺得 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植芽裡面 隨隨便便可以碰到一個公司 願意打造品牌或是重塑品牌的 那在這裡面我想我們也是重新學起 知道原來品牌所涵瓜的範圍比我們還多 所以對我個人來說 與公於私在這個計畫上 我都覺得很有幫助 而且很有成長